这是他最后一次宠溺自己的孩子 这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孩子 小狮子的脊椎已经折断 只能靠前爪爬行 孩子不停地呼唤着母亲 但母亲紧闭双眼 当他最终选择离开的时候 他的一切希望已经被抹杀 愤怒在他的眼中灼烧 他要复仇 让一切带给他厄运的生物 血债血偿 马蒂桃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爱他的老公 乖巧了孩子 他们曾经是这片领地中的王者 但厄运总是不经意间降临 两头雄狮带领母狮群来到这里 噩梦般的战争一触即发 丈夫很快落入下风 而他也面对母狮群的围攻 所以伤痕累累 但依旧拼尽全力 愣是让狮群的首领 也付出了一只眼睛的代价 几天后 侥幸存活了他回到领地 呼唤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而丈夫却已是风中残竹 流淌的鲜血正在抽干他的力量 他选择带着自己的孩子逃亡 雄狮在身后紧追不射 而那天丢掉一只眼睛的母狮 也带领狮群对他围追堵截 他只能一路逃往河边 他清楚地知道河里蕴藏的危险 但现在的情形 迫使他只能放手一搏 两头小狮子紧紧地跟着妈妈拼命前进 但最小的孩子却因为害怕水 而止步不前 当雄狮的身影出现在视野中 小狮子终于鼓起勇气 奋力地向妈妈游去 一阵水花过后 平静的河面上 再也没有了小狮子的影子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就这样呆呆地望着水面 这是他第一次失去孩子 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让他无法呼吸 最终他转身告别 带着两个孩子 奔向不可预知的未来 马蒂桃带着两个孩子 最终在一片小岛上安顿了下来 为了生存 他必须想尽办法捕猎水牛 但在首领八脸的带领下 水牛成群结队的行动 很难找到机会 他最终把目光放在小牛独身上 但在母亲的奋力反击下 狩猎还是以失败告终 可怕的是 他深知自己的这次行动 会遭到牛群的疯狂报复 而自己的狩猎行动 也引起了对岸狮群的注意 银眼再次带领狮群追击马蒂桃 是要报自己的丧目之仇 但没想到 刚刚过河的狮群 却为马蒂桃背了黑锅 愤怒的牛群不停地攻击着狮群 他们仓促应战 却节节败退 而马蒂桃却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最终悄悄离去 填饱孩子的肚子 才是最重要的 他发现水牛总是把水当作保护自己的屏障 但他们在水里又总是乱作一团 这应该是他的机会 他悄悄地潜入水中 水牛则无法想到 一头狮子会从水中出击 喜气自己 马蒂桃冲出水面 一头小牛犊成了他的口中亡魂 但这仅仅是开始 狡猾的捕食者 往往藏在大战的背后 他最终没有选择一战 眼睁睁地看着剩下的食物被抢走 他要保持健康的身体 保护自己的孩子 他在夕阳下沉沉地睡去 连续的狩猎争斗 让他的体力消耗迅速 两个孩子在牛群的必经之路上玩耍 当黑夜降临 愤怒的牛群踏过这片土地 一确跪于平静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他呼唤着自己的孩子 但没有得到回应 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一声轻轻地呼唤 打破了平静 他跑过去安抚着惊慌的孩子 但他很快发现 女儿的脊椎断了 这意味着他无法生存下去 而小儿子也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幻想着奇迹的发生 但他无法治好女儿的伤 当他最后离开时 他已经失去了一切 因为放弃了希望的母亲 眼神中充满了愤怒 从此 他的生命将只为复仇延续 一头母狮正愤怒地攻击着水牛群 他的目标是水牛中的老大 不为捕食 只为复仇 因为他牛角上的一抹红色 正是自己孩子的鲜血 孤独的马蒂桃面对银眼狮群的挑衅 再次露出了隐藏已久的獠牙 只有一个照面 银眼就失去了斗志 他看着曾经的对手选择臣服 并没有丝毫的情绪 只是默默转身 带着愤怒 踏上复仇之路 孤单的狮子挑战庞大的水牛群 直接攻击最危险的攻水牛 这种自杀式的攻击 从来没有发生过 最终 马蒂桃还是败下阵来 他不断地低吼着 发泄着自己的不甘 狮群再次出现 不同的是 这次他们站在了马蒂桃的身后 他再次锁定目标 发起冲锋 但水牛群团结的壁垒 始终无法攻破 他们的体力在下降 胜利女神似乎不会再对他们微笑了 突然 一个小小的身影从水牛群中冲出 马蒂桃一眼就认出那是他的儿子 他还活着 他奋力地冲向牛群 驱赶着水牛 这一刻 他拼死要保护身后的孩子 一头母狮再次出现 他特殊的隐眼闪放着光芒 马蒂桃与他对视一眼 仿佛确定了对方的目的 他是来帮忙的 现在的马蒂桃 已经成了这个狮群真正的首领 狮群再次集结 他们慢慢地走向牛群 这将是最后的决战 马蒂桃率先发起攻击 身后的母狮一拥而上 八脸公牛的倒下 宣告了战争的结束 狮群将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王者 看着活泼的儿子 马蒂桃眼中的凶狠慢慢退去 他再次成为了慈祥的母亲 把儿子养大 是他以后生命中的全部 直到他长出鬃毛 成为顶天立地的狮王 一切将从今天开始